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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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没干扰我就是整天写 一天大概是有六七个小时吧 写了多少次 可能有四十万左右 这么快啊 这么快吗 就是说我写了一本 就是在疫情中一种非常特别的书 叫做庚子大义的 这个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 就正在发生的事写成历史 而且我是高度自觉的 像现行的学术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倾向 要么就是纯学历史书写 完全不关系现实 完全脱离现实一个历史书写 要么就是贴得太紧 缺少一个历史的距离 和一个更大的一个眼光 我就追求这个东西 你觉得你比如说经历这个疫情 这个事情在您这么长的人生经历里面 算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它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吗 非常大 就是说我的判断是两个基本判断 一个就是说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历史剧变 同时也是百年未有的历史的危机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框架 就是说二战以后 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是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45开始到1990 就是所谓冷战时期 1990年东欧苏联瓦解以后 那么世界就进入一个 我称之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时代 那么到了2016年 2016年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英国脱欧 一个是特朗普上台 它就标志 我称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那么2020年这次疫情 后全球化时代就全面的 它的内在矛盾的各种问题就全面的展开来 而且它和以前都不太有 因为以前呢 就是说 比如说冷战时期啊 或者是全球化时代啊 就是它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有一个必要 有一个说法 社会对资本对军阵 所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框架 框架 那么到现在 后全球化时代 它就没了 现在到现在为止 最基本问题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病疫 新冠病毒到底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 同时没共识 这个我们都体会的 这个根本很多都没办法进行谈话了 没办法进行对话了 一谈就吵 是不是 就是我们处着一个无真相 无共识 没有确定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危机 它和别的时代的危机不完全一样 它现在让人恐惧 让人不安的 我最不安的是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是过去 是很罕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怎么应对这种 所以我自己跟自己定了一个 面对疫情 我跟自己定了三条 第一个观察 很多事要观察 因为你不知道 不要轻易下结论 另外就是需要等待 就很多事情现在都不能着急 这个时候特别特别需要耐心 但是呢 还是要有一个坚守 对自己的一个 至少我现在的基本立场 基本的假设判断 我的假设理想 我还得坚守 我不能一片混乱中 就跟着大家 跟着大家走 那不行 是吧 那么因此呢 我就觉得 就需要继承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 另一个传统 就是司马迁传统 我记下来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位置 在那边缘问题上 关系和讨论中心问题 就当司马迁 我一直就是这个逻辑 后代人总要关心这一代 所以我说 我是为自己协作 就进入一个 很自由的状态 因为我不准备发表 也不准备对现实发表 产生任何影响 也不想让自己产生影响 就是自觉地站在 一个边缘的位置 我是历史中间物 我扮演的角色 是上面继承前一代 同时为后一代开路 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最重要的传统 不仅是传统 这里一个是有高度自觉性的 最对自身的局限性的 一个高度的自觉 就是我经常提到的 就是自己的 对我们代人形成的一个 一个缺陷 没文化的学者 还有没趣味的文人 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知识节过程的问题 第一个不懂外文 完全不懂 第二个就是 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熟悉 我虽然研究鲁旭 研究中国人 但是我进不了他们的 因为他们是 文人的趣味很浓很浓的 你一开文人去 我更无法理解他们两个人 那么你不懂外文 你根本就对西方理论也不熟悉 也不根本没办法来跟世界接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了 就是说这个 这里涉及到更大的问题 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县 当然没有大师 大概是鲁迅之外 没有人 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处的地位和条件 我应该成为大师 但是成为不了 不是我不努力 我是历史的局限 造成了我达不到 这个实际上是 有一个内心的 一个很大的苦门 甚至很大的痛苦 是个隐痛 这个时候 恰好是鲁迅 就给我早点到出路了 就是我上鲁迅课 我很有意思 它是分成几个阶段 就我第一阶段上鲁迅课的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 鲁迅课的时候 这个不仅我自己主观投入 学生也非常之投入 那课堂上就是一种感情的 生命的一种投入 因为他们也经历了 他们经历文革 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以后 跟我也一样的经历了 我们这个时候来接受鲁迅 他就是一个很强的主体投入心 那学生听听就哭了 那么到九十年代 就不一样了 学生两派 一派就认为 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鲁迅 这是一派 另一派就恰好相反 鲁迅是很了不起 因为经过我上课 读着很了不起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存在 我希望它是像博物馆的 一个伟人一样 跟自己的生命体验无关 不仅无关 他别干扰我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很大的转变 就是我可以崇敬你 我可以尊敬你 但是你和我 你不能进入我的生活 到我最后上 鲁迅的课 另外一种反应 很多现在都没有精神追求 因为它还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它在同时这个时候 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 它说我们那些追求真理 这都是笑话 对 现在就是谁强 就是这个力量 它是这一套逻辑 但是这当中总会有另外一种想法的一些人 在北大尔结束我的课程以后 我很感动的是一个学生写的封信给我 他说 陈老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的课向我显示了 人的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我无法做到你这一点 甚至我毕竟完全认同你这一点 你的但是你让我知道了 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它这个会影响我 后来我就 我非常欣赏这个说法 就是我说 我在北大存在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是一种一样的存在 它不具有标杆性 也不具有标本性 也不具有榜向性 但是北大就需要这样 另外一种存在 北大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我就说如果打比方的话 我是北大的乌鸦 这个北大不能都只有乌鸦 但是北大必须有乌鸦 有这个和没这个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有些朋友也说 哎呀 老钱你不该介入这些事 如果你不介入 你的成就会更高 这是可能的 但是社交有更根本的问题 也是鲁迅说的 资本它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 你要拥护 第二解释 你必须解释我这个 把它学术化 理论化 最后就宣传 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 占着主导地位了 就知识分子它有多种职责 它比如又是文化传承的职责 它也有面对现实 批判现实 这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 就知识分子应该给社会 不断提出新的价值理念 新的思想 新的理论 就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职责 我们要创造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一种新的理论 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的职责 就是我的终身遗憾就是创造功能 我现在创造功能不足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 就是要做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 就是把学术资源转化为一种私养资源 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源 我希望影响年轻一代 观众现实问题 总结中国经验 提升中国理论 那么这样的我的优点 就是经验非常丰富 就是人生经验极其丰富 还有这个生命体验 特别特别的强 就是我的任务就是 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两大优势 它背后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其实我知道我这两条是别人达不到的 四周年以后 我们家弟就立刻遇到 如何看待对待父亲的问题 那么后来分到贵州去的时候 我就带了一张我父亲照片 这支照片 带去 我藏着香底里 我从来不拿出来 但是心里觉得父亲 特别是在贵州那样一个孤独的 一个绝望境界 好像父亲在 对自己还是有一个 就我们吵出来了 一大罪状 就是钱力群居然还保留着 反革命的父亲的照片 这多大的一个罪状 那么后来平反的时候 就是这个照片还给了我 我当时几乎没有犹豫的就把这个照片烧了 因为我觉得这给我带来了无穷的祸 当时我就旁边就有一个寻言说 钱老师这个父亲的像你烧他干什么 后来我一下子醒了 我说我这一身犯的最大的罪孽 就是亲手烧掉自己父亲的像片 这个成了我一身中 要忏悔的话 最大的忏悔 最大的一个痛苦 就是说 其实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 但是他的存在和自己 是决定了我以后的一系列的避遇 这个是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后来我和崔克星结婚以后 我们决定不要孩子 我的母亲 我母亲是个伟大的女性 这个她原来是 像是关太太也是 象征处优的那个位置 从天到地 但是她从容应对 她立刻就把父亲的照片 父亲的证件统统上交 然后她从此绝口不向我们 不向所有的人谈父亲 一直保持沉默 这非常了不起 就是一切我来承担 不传道下代 不营养下代 绝口不提父亲 后来父亲同很多人想和她联系 她都想继续给钱 她都拒绝 所以她的印象 我对的印象就是 整天在编毛衣 就一切都不说 所有的事情她都顺从 但是她始终是默默地支撑这家 当然不说话 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才说一句话 我这一辈子总算没有连累你们 我的性格一般比较软弱 但是我说一个这种女性 她都有一种锐在的坚强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有影响 你觉得崔老师对你的性格影响大吗 那个说到这个宋文汇 我其实是我刚跟你说的 是内心是软弱的 就是我的尖锐全部在文字上 在一家生活我是一个非常之软弱的 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他有极强的内心力量 所以我们之间特别到晚年 也有一定的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是她的痛苦了 她是一个很强的事业性的人 到了晚年退休 她没有人用不知地 她的生命存在 就变成协助我支持我 作为她生命存在的一个 所以她最恨别人喊她前夫人 我怎么是前夫人 我是吹个音 我是吹大夫 所以我平时我都不愿意讲这件事 就是人家说 你夫人对你怎么好 我就不大愿意讲 就郭富强这份之处反而忽略了她的 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她后来为什么提出 你看那个吧 崔可欣进来文字 她生前她提出要编的 这个是很罕见的 一个是很少有生前编一个人的 那都是死后才编的 而且她自己本人提出要 我一听就明白了 她也表示要留下一个独立自由的 崔可欣的存在 对 对 而不是前夫人的存在 要不去吧 那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我说一个独立性 她都有一种坚强 贵州当时没人敢货接受 她只敢的是一个 她懂 一般的妇女都会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埋怨你 我找跟你说别人乱说 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搞个家里 因为直接受影响 不是我 不只是我还有她 另一种可能性 你觉得你听 她会非常痛苦你 非常痛苦 反应很强烈 这两种 她都不是 而是她采取什么态度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好厉害 好厉害 很厉害 她当时引发了我的思考 就是 就到了养老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怎么还能够继续的 就自己的独立存在 这是一个难题 像我这样是很容易 因为我可以写作 那么对一般的 一般的女婿怎么办 你跟她这么讨论过吗 讨论 我们的这个关系是罕见的 所有人都讨论 生死问题 死后怎么样 她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讨论 全部讨论 毫无顾忌 她最后把自己 升天时候是全部安排好 整个过程中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流一滴眼泪 这一切都是 都是 想过的 都想透了 都谈透了 这种事情还满了 就是我走了 你到贵州去一趟 就我刚去贵州 一去贵州 当头一棒 你这个人来就是 你这个人来就是改造的 你可别想出去 我分到的是 教语文 只是分到卫生学校教语文 卫生学校的学生 根本就不重视语文 我一样非常深刻 我到课堂 站着课堂 第一个就看课堂 放了骷髅头 放了一个标本 我怎么讲课 这怎么办 那么我当时就出了一个 两难的境界 就是留下来 这怎么留不住 走又不让我走 那我怎么办 我就想起中国传统的老话 叫脚头三酷 我说我搞两酷 我要做这个学校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把这个字 作为一个 定位正习目标 因为人完全没有现实目标 只有理想目标 你很难坚持 你就必须有一个现实 可以实现 然后你有一种成功感 你然后就获得这种意义 有一种成功感 有一种意义感 你才能够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呢 只是现实无法 没有理想无法 因为很最后就被它吞没了 被现实吞没了 我要研究陆旭 而且我很具体 而且我很具体 我要终于一天 我要回到北大的讲坛 讲主去 那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 一个梦想 是吧 那么当时我就采取两个措施 这现在看来都是很罕见的 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 和学生同志同志都劳动 那种学生解释 开心得不得了 哪有像我这种 就是老师 而且是从北京来的 北京大学的 这贵州三距离 是吧 另外就是 等学生全部睡觉了 我又回到 就是 回到办公室 我要继续坚持我的陆旭研究 就是 而且这一坚持18年 等了18年才有机会 该开封以后 才允许我考验的事 我当时已经39岁了 就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得到机会 允许的消息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月准备功课了 但是从另一段时候 我准备这18年 我说贵州对我的几大影响 第一个呢 我这一辈子 和三角角流都打过交道 跟工人农民啊什么 多有联系 就使我的人类阅历 非常之丰富 或者形成我的人生经验 我提了一条 就是人啊 不得世故 但必须懂世故 也就是对这个中国的社会 就会有一个 不是在 如果留在北京的话 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呢 贵州真人 就贵州人 他是相对的单纯 因为就是说 贵州 最后就发现 深山里 也有一些 关心文人啊 关心中国传统 有很深的传统修养的人啊 内里就反而有更大的天地 因为他三高皇帝 远过不了 所以我们的贵州 实际上非常自由 边缘带来的自由 另外就是 我时刻在学日中得到快乐 我去贵州应该我被破取的 但是我要努力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生活的存在 在这里就形成了 我的意志的意见到我中生的 就是所谓底层关怀 所以对普通人的关怀 就形成一个最基本的人信念 就你尽可能去说真话 但有的时候真话说 不能说说 你只有说假话 但是说假话有底线 我提出三个底线 第一个 你必须分清是非 认识到 我说假话 这是错误的 这话看起来是一句废话 但这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讲话说多了就觉得讲话是对的 而且第二条 你必须是被迫的 不能主动去说假话 第三个 你还要找个原则 因为你说假话后果你自己承担 不能因为你说假话去伤害他人 就是说你不能去检举 这事你绝对不能做 就我说我经营两个基地 一个是北大 一个是贵州 就是始终是在一个精英和草根 中心和边缘 是吧 在这两者之间 这个自由的游动 这是我身上最大的经验 就某种程度上 营造了今天的我 那您说 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痛苦 一个经历和记忆 比如说您的同代人 很难有您这种活力的 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赞成把苦难理想化 苦难就是苦难 所以我不把我在贵州的经历 把它理想化 我绝对不能美化这些东西 要么是有两个态度 一个态度是说 就被压阀了 这是大多数 对 压阀了 还有一个人从苦难出来以后 他提前把苦难忘掉 贵州当时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离开了贵州之后 永远不会贵州了 他就把那个 像切除掉一样 把切除掉了 这是我的选择非常特别 既没有被压倒 也不尽量把它遗忘 而相反的 努力地把苦难转化 就是我提的一个概念 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那您现在对死亡是怎么感觉 会想死亡的事情 我天天都讨论死 这就涉及到对老年的一个认识 老年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 一种消极的 一种被动的 它其实是 是在从更大的意义上说 是人的生命的第一 它是可能出现了一个高潮的 它和那个 工艺化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就工艺化时代对人的 那个理解 鲁迅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他说叫代死堂 代死堂 就得死 雅乐院就是得死 现在就应该有新的观念 就我曾经说过 就是按人生来说 就是钟晓杰 应该是一个做梦的年代 甚至上大学 都应该是做梦的年代 然后梦醒 梦醒以后到社会工作 会遇到很多的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痛苦 那是必然的 那么到了老年 就应该回到同年 我大概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一辈子是保持 不管经过多长期 就保持一个同心 我就觉得你好 一辈子都在同年里面 我当时听您讲课就是 哎呀 钱老师咱没有同心 对 我有一个金色的同年 就是见过初期的那几年 就那个光明的底子 其实非常重要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 就是美心一路的下午 我们两个好朋友 我们到那个 那个南京的玄武湖 到荷叶的深处 在躺着看天 然后呢 那个头学 他喜欢画画就画画 我就写童话 这是过这种生活 就真是做一种梦中的 梦幻中的那样一种 现在我又开始做梦 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梦呢 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的梦 就是我觉得 晚年最重要的是 你用新的眼光 去看周围的一切 回到那种 不但新生的 很单纯的 这样一个婴儿状态 那真是很美好的感受 可以摆脱那些 过去的那些焦虑 进入一个瓶颈 不 还是有焦虑 因为你只要关心现实 你又又明 我们这一代的本性 是不变的 我任何时候都是焦虑的 但是就慢慢的 就有些变化 它就是一种内心的宁静 或者说是一种永恒